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谈的是 Loghorn Series 在起点上面的一个展开的技巧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立体 我们从立体来解释 这个是一个负变函数 那上面是Exponential的 下面的话呢是一个Po Z-1的三次方 他要我们在Z等于1的地方 来做一个Loghorn的Series Expansion 而且他还要怎么样呢 还问我们在哪里是收敛的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他叫我们在Z等于1 那么我们就令Z-1等于U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这样做 令U等于Z-1 然后我们全部把它改成U的一个格式 那么这样子的话来说 那Z就是什么 Z就是U加1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要把上面的这个Z 也要取代掉 那么原式就会变成了 这边是一个2U加2 那底下是U三方 这样子就单纯了 单纯了以后 那现在我们上面是指数的相加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了两个相乘 好 那就变成了1的平方 这是一个数字 我们就不要理它放到最前面 这边的话呢 是U三方放在底下 这边有Exponential的话呢 最好了 因为我们就可以直接很安心的把它展开来 那我们展开来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照抄 这边是1加 如果说是X的话 就是1加X加上2阶层X平方 加上3阶层X三次方嘛 那我们就把这个的话呢 就全部就把它展开来了 好那继续写下去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把这个U跟它要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因为每个都要除一个U三方 那全部除一个U三方以后 这个Series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写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的话呢 再做一个整理 全部把它乘进去 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U用一个Z减1来去取代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各位同学看这是什么 这个负密次的部分 最高是三次 没错吧 它在这边展开来的话呢 这是一个极点 然后这后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Analytic Parts 这是Principal Parts 好那我们写下来以后 那现在我们要把一般式给写出来 为什么要写一般式呢 是因为我想把它写成一个Series的话 用Sermation来表达 然后问的是什么呢 在何处收敛 我希望采用的是一个比率的神练法 那现在我们看这一般式是什么 一般式的话呢 这边是N阶层 如果这里是N 那这里是多少呢 这边就是2的N次方 这边一平方是照写 这边Z减1的N减2 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4这是2嘛 这是3这就是1 好我们就把它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以后 我们现在来问在哪里收敛呢 看收敛区域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动作 那我现在的话呢 我们发现前面这个地方是不用管它 最主要是后面这个尾巴 这个这一块 收敛的区域是怎么处理 收敛的话呢 我们先把An先写出来 这前面已经列出来了 那An加1也要列出来 An加1列出来 后面一项跟前面一项 那么我们会怎么希望呢 我们希望后面跟前面一项的比值 我们希望它要小于1 来我们就来做 An加1除以An 加上了Mode 然后呢 让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我希望它是越来越小 那现在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是这样看的 这边N加1的阶层跟N阶层 是不是可以就做一个对销 这边就没有阶层了 然后呢 再过来1平方是不是就没有了 再过来呢 2的N四方 这边的话呢 这边就可以消掉 这边就只有一个干净的2 然后Z减1的话呢 这边比一下 这边就发现上面的话呢 这边全部都没有了 上面就剩下一个干净的Z减1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 什么样子呢 来我们看 这个是分母的话呢 是留下来一个N加1 分子的话呢 是留下来什么呢 2Z减1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管它是多少 除了Z是1以外 是不是东通都会往0来靠近 它会等于0 所以我们除了1这一点以外啊 是不能够收敛以外 其他就是这个地方是非解析的 否则的话呢 一律都收敛 这个均可收敛 那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 再来看一个展开的一个技巧 如果说是中间有一个三角函数 这边是Z减3 那它要求我们是在Z的 以负2的地方展开 然后再问我们的 极数的收敛区域 那么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们把这个U 我们就把它另成Z加2 U等于Z加2以后 那Z就是U减2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题目 前面的Z减3 就可以把它改成U减5了 那么Z减3原式就变成U减5 这边是sinU分之1 那么有三角函数的 那一样那就简单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sinX是什么 是X减掉三阶层分之 X的三次方 加上 这是一个正负正负正负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来我们乘进去 我们就可以发现怎么做呢 这边的话呢 每一项乘进去 每一项都要乘上一个U减5 U减5 好那我们看 那这个的结果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分开来 这是1减掉U分之5 减掉四个三阶层 我们这个地方啊 不建议把它再拆开来了 就这样子了 这样写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写出一般式了 这边的话呢 是有-1次 这边是-3次 这边还可以对销 所以我们现在再对销好了 在对销了以后 顺便就把它的Z带进去了 这边的话就变成了一个2次 这边是3次 这边是4次 这边是5次 这样子就全部都有 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这个U Z等于-2这个点啊 它是一个本质起点 因为它有无限多的负密次 那再过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要写出了A-N 这个已经写出来了 这个展开式 我们就是这样写了 那么现在极数的收敛区域 我们来写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展开来了 现在我们来写 A-N的话呢 我跟各位同学建议的是什么呢 A-N的话呢 要写的是 要跨这个跨湖的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系数有变化 不要在这个跨湖里面 要看的是 这个跟这个 那么现在我写出来的A-N的话呢 第N项的话呢 是这边是2N加1的阶层 那这边是Z加2 这就是2N加1 这边3 这边就3嘛 那上面这边固定有一个5 那正负号不是重点 重点是等一下我们要算的是 它的绝对值 就是Modulus 所以我们再看后边这个 A-N加1 A-N加1 那就是 那这边就2N加3了 这边的话呢 会比较大 这边的话呢 会增加一次 那这边有没有5呢 没有5 我们来看看它的比值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A-N加1比上A-N 来我们看 这个比一下 这个是后面的 这是前面的 那我们一样可以对销 那要注意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看啊 怎么对销啊 这边是2N加2 所以这边可以对销 这边是销掉了以后 这边只剩下一个 那这边对销了以后 这边要注意 这边还剩下什么 2N加3 还有一个2N加2 那这边还有一个5 所以我们这边写下来了 2N加3 2N加2 这边的话呢 Z加2都在分母上 这边是5 所以当N趋近 无限大的时候 永远等于0 除了在Z等于-2 地方 通通都可以收敛的 就是它的收敛半径 是无限大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了解了 再做一个是 在Z等于-2的地方 那我们就直接展开来 这个地方是没有 这个exponential 也没有三角函数的 那我们就直接就做 令U等于什么 Z加2了 Z的话就会变成什么 Z就可以变成 U-2 那现在把原式 通通把它换成U 那么这是原式 换成了U以后 那就比较好做了 现在我们在一个什么前提呢 是在U 是小于1的前提了 这个题目 题目没有讲清楚的话呢 我们就做的是什么 我们的话呢 是U的话呢 是小于1的前提来做的 好 那现在我们把它展开来 1-U分之1 我们就用的是 几何极数展开 这是在一个 这个前提之下 那现在我们展开了以后 就变成什么 这个是U分之2 那这个地方造写 再加上 每一个 我们都要把它乘进去 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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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分之1 那这边的话来说 是加2 这是消掉了 这边是 这边要乘进去 一个一个乘 这边一个一个乘 好 这边的话 我们发现的话呢 这个也是有规则的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写出来了 U分之2-1 再加上2-U 这边因为它有一个2-U 所以我这边再加2 并在一起 这边就再加一个2-U 这边的话呢 要准备合并了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 这边合并 这边要并在一起 这边要并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这就是我们 Lohong Series的展开式 这个-1次项 在这地方我们顺便提一下 就是它的流速的位置 它的系数是2 然后它是一个极点 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 我们再把它还原回去 还原回去以后 这边的话呢 是Z加2分之2 再加1 再加Z加2 全部的话呢 就在Z等于-2的地方展开 这样子无限的话呢 展开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在何处收敛呢 收敛的地方 我们知道是 无穷的项的 公比的位置 就是Z加2了 所以我们公比的话呢 这样算的话呢 是一个标准算法 但是实际上 我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这边的话来说 是Z加2 我们要求要怎么样 小于1 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还要再加上一个大于0 为什么要再加上一个大于0呢 是因为 它不但要小于1 而且Z不可以为0 应该说 Z不可以为-2 -2的这一点 一样的话呢 也是一个Pull 所以的话呢 它是扣掉了0这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范围之内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然后呢 我们的周见半径 当然就是1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Lohome Series 在起点上面展开的一个技巧 那这个技巧其实 不算是太复杂 它首先的话呢 是另一个U 另一个U 看在哪里 我们就另哪里 叫做U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是 已经有了Exponential啦 有了一个Sine啦 Cosine的话 或者是Hyperbolic Sine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把它展开来 展开了以后 然后在最后 最重要的是 如果说是一般的极点的话 来说 我们都会利用这个 这个技巧 1-K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公比 1-R分之A 就是等于1加上R加R平方 那么要很小心的注意的是什么 很小心注意的是 这个 要小于1 这是公比 要注意 可以说一遍的 像是一遍的 目的 我可以说啊